这次来北京 佳哥最大的收获就是这个椰子水 我的助理说是寒冬军 演员 演员歌 比我大吧 可能吧 反正就是寒冬军开的这个椰子水 真的超级好喝 佳哥一天要喝两杯 太好喝了 我还没有说开头 hello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佳哥梦佳 欢迎来到我家 没事发点神经 大哥今天就是想要跟你们分享一下 这次我来北京收获的一些小东西 刚刚那个椰子水就是最大的收获 我很开心 佳天哥 前天休息的时候都有去逛一下街 逛一下三里团 三里团 买到了一些好物 这个是在那个陈润溪的开的店Juice里面买到的 不是哦 这是哪里买到的 这是在一个潮牌店买到的对对对对 这个是在陈润溪开的Juice里面的Juice里面 这个衣服真的好舒服 它的那个材质 就它T恤的材质 佳哥只要一碰到这种T恤我就是没法走开 闪不开眼 这个应该是它的品牌 我还没有穿过 它后面做的蛮特别的 然后是有一根绳 从这个后面这样穿出来 然后这个绳上面是挂着他们家所有的雕牌 去跳舞的时候衣服非常非常重要 那天我去练舞 如果衣服穿的不对 我整个跳舞的感觉就会没有 就没有feel 就那个衣服一定要有晃动的感觉 一定要有一个是晃动的东西 要不然我还跳舞就很难看 然后在一家潮牌店看到了几个帽子 因为我觉得它的颜色还蛮特别的 所以我就选择了它 佳哥又很喜欢这个哥特风格的这个C 就是你低头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哥特 可是上面很素的 然后什么都没有的 这种就很常能带的 这个红色的这个衣 粉色的这件衣服 我买了我白色的一件的红色衣服 这个是我很喜欢的一个牌子 这个兔兔的 你们记不记得 你们看我都说了 你们知道吗 我买了一个粉色的 然后买了一件白色的 超级好看 太喜欢他们家 它的小细节也是 很可爱一张吗 有小兔兔眼睛的红色 T恤永远不嫌多我跟你说 这件衣服我其实还没有太想好 我要怎么样配 它这边有好几个颜色 然后我选择了这个蓝 本来在粉色跟蓝色之间纠结 可是我最后还是选择这个蓝色 因为我觉得这个颜色会很显白 然后它的这个 钻的这个设计也是蛮好的 低调又收好 是这个牌子的 大家可以去掉这个 好几个颜色 昨天七七八八买了一件小的碎东西 正好跟你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件事 昨天花了 有一点小贵 眼霜最贵 这一叠花了900块 买了一个抹茶的这个固体饮料 因为佳哥真的很喜欢吃和喝抹茶的任何一些东西 我这个还没尝过 它这个可以热泡 然后还可以冰泡 这39块 也没有试过 这个我很期待的 我还没有拆开看过 它是一个tronk贴 昨天在一个角落 角落里面看过 啊好可爱啊 哇 你看 我像做了一个那个 就黑头倒出黑头 这个颜色看起来有点像倒黑头的感觉 还是不要这样在音箱里能观看过 我把它贴在我的伤口上 正好有小伤口 完了 不扎了 哈哈哈 它已经把我脸上的油全部吸走了 好可爱 嗯 真不错 牙线就给我们介绍了吧 牙线就是随便选择 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最贵的呢 580块 IPSA的一个眼霜 我特别喜欢EPSA家的东西 它的东西是这样子的 里面还有小颗粒 我好像小颗粒爆开了 它有一种那种特别 那种实验室的那种味道 我可以这两天试一试 看看它的效果 因为佳哥也是很害怕 我的眼睛很害怕擦很多 然后会长那个小粒粒的 这个是我逛到二楼 发现有很多在卖那个面膜 就是酒的一个什么面膜 然后说这个有用吗 你看什么什么的 你不敢下手 好它是个这样的 好的 今天晚上我就来试一试 然后再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是25块买的一个口箱爆竹 因为我被它的包装给吸引了 女人逛街永远都是我的天了 看到啥好看的 包装真的很重要 我每次在拆东西的时候 我都走路回想起快乐的大围银 拆快递的那个 太难了 它是这样子的药片 这样的 它说没有不同 生活就在当下 好的 我们来吃一个 你出来了 我醒了 我连鼻子里面都是这个味道 我的口气现在非常清新 接下来这个物品是植村秀的眉笔 大家应该都有用过的吧 因为我一直都没有找到这个颜色 虽然在那家店里面见到了 我就买了 就有点灰黑色的 可是不是它的那个灰黑 这一支比它上面写的那个灰黑色的 还要再深夜 最后一个就是这个苹果的这个 它只有48卡路里 我好久没有吃过果冻 脂肪磷 就小时候吃的果冻的味道 没有什么可以过多介绍的 就是果冻的味道 今天我买的那些 有的每个七七八八的小东西 都分享完了 欢迎收看我的 不是欢迎收看 结束一般这样说 谢谢收看我的小文书分享 我们下次再见 就是这么突然 拜拜